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胡永鴻医生在愛民商場的 已經十多次了 就是有很多我以前不認識的地方 現在我可以知道 就是我做專業的那些東西 只是認識專業都不夠的 各行各業的那些管理 那些溝通的辦法 對我很有幫助 今年那些東西很實際 就是很實用的那些 topic 你們做得很好 就是報名 還有那些時間都安排得很好 其實我很多年了 就是由你們開始有的時候 我都有參加的 但是它最大的改變就是 安排得很好 還有就算你入場 或者那個所有的東西 都比以往是安排了好很多 我們初時是沒有什麼人去理會我們的 就是總之我們沒有確認訊的 什麼都沒有的 但是現在你會很安心 有沒有位子 你起碼都知道 你那天會有出席 還有那些人都會認得 你是哪位 或者你幾次沒有來過 我覺得這件事很like 就是很關懷 你是真的在意這個人有沒有來過 社會服務機構 我是第一次的 都很好 短時間了解不同年代成長的人的特性 都有一些建議怎樣跟他們相處 都有些參加價值的 譬如說跟一些年青人 就是可能跟他們 就是可能不是一些很正式的場合 跟他們談公事 可能是更加有效果 它也都會自然一些 那我覺得 那這個都是一個挺好的建議 我是來自偉城洋酒的 都有五至六次的 拿到一些技巧 可以怎樣去提升跟90後的相處 怎樣可以模仿到他們 可以在工作上做得更加好 每一次其實是嚴謹了 還有報名都很容易很簡單 入場的時候 找回自己公司 都有很多人去協助我們 可能我們都不知道 哪裏有空檔的位置 那些職員都很快可以指引到我們 這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問題 亦都牽涉到跨代 跨代這個問題 不單止只是香港發生 全世界都會遇到一個同樣的問題出現 那這個其實就是不同年代的 不同的價值觀出了問題 但我們如何運用一些技巧 在每一代之間互相能夠融合 達到工作效率效能增加 這個是必須要探討的 不同的工作的崗位和範疇都是適用的 特別上面就是和人相關的 例如一些服務性行業 餐飲、零售等各方面 這個我想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無論是內部的員工溝通 同事與同事之間去互相了解和合作 再加上不同年紀的人會入到餐廳 以及去做一些買賣的事情的時候 互相之間了解得多 生意都會高一點 現在這個年代 技術上和資訊上都很發達 現在商戶必須提高一些軟性技巧 例如溝通、EQ、互相去了解 如何逆地而處 了解多些對方的價值觀和心中所想 這個是必須要提升的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如何管理不同時代的員工 相信在座各位都是來自於不同的時代 管理我們說一說 就一定要有一個合作性 再加上今天在商業的世界裡 我們就說要團結 我們就試試男生拍一下手掌 大家要齊整 1、2、3 女生呢 男同學來了 可以了 女生 2、3 我覺得 女生比較厲害 只有你 這個世界上 有時候 帶領 掌託人 有時候不一定出現 你公司是沒有老闆 有時候下午茶都走到街上 沒有帶領著大家 所以有時候會有說1、2、3 有時候會沒有說 四個年代是什麼呢 就是傳統的世代 嬰兒潮的世代 X和Y的世代 嬰兒潮的世代 即是世界開始搞經濟 搞經濟的話 就要多些人力 所以各地的政府都會推動 快點生多些 生多些的時候 就製造多些嬰兒 變成勞動力 人口就會增加 這個歲數大概是49至67 這個年代的人 團隊道向 即是特徵 嬰兒潮 他重於參與 推動力會比較強 個性會比較樂觀 個人的滿足感會比較強 追求自己個人的理想 那個方向性 其實是存在著的 第四個年代 這個就是X世代 這個就是六十學、七十學 開始這個年代的朋友 就懂得 不只是看香港 香港那麼大顆 豆豉那麼大顆 就會看整體性 實用主義會比較強 即是說一些構思性 虛無編編的構思 他們就會比較差 你跟他們說創意 基本上他不是不接受的 這個年代不是不接受的 但問題是你一定要說 創意最終能否達成一些實質 實用的產品或服務 80後、90後 現在經常聽到 聽到人說 80後、90後很難處理 他們基本上天生會用電腦 他們有時候會想多了 即是你給一個包裝 那包裝可能是給一個構思 我們今天開完會之後 每位同事都要準時上班 不準時就會懲罰 可能你未說懲罰什麼 他就會想 懲罰什麼 要準時上班 準時上班 我晚上就要早點睡 然後再開了一個檔 就是要教多少個鬧鐘 然後慢慢的檔 結果就是 究竟罰什麼 但是行為又另一部分 行為可能不理你 這個年代出來的朋友 出來搞生意 他搞什麼生意 那個創作性會比較大 而且很人性化 目標就要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的時候 他們往往又很快又辭職 但是其實他們心目中 真的有人生目標 他們想有意義 他們想活得有意義 他們真的要追求人與人 立刻和諧 我有個朋友 他也是二十多歲 也不夠二十五歲 將在國內收集很多剪紙 表拍好相片 放好上網 在歐洲現在行得很好 賣得很好 即是他可以將一些傳統的東西 重新包裝 街頭的東西 重新包裝過去 這個年代越年輕的話 他的公民責任就會越來越多 細緻的公德心 大至什麼呢 大至現在很流行 要上卡遊行 維持公義 這些其實是他們做到的 但如果是說他們產生沒有效果 做了一大堆事情 他們認為應該要做 又沒有效果的公民責任的時候 他們就算是不做的 那你明白了 其實你放在你的公司裡 他們都是這樣運作的 他得不到你認同的時候 他又怎樣 做少一點 甚至乎怎樣 不做 炒你魷魚 他會追求成就 人家要讚賞 認同 而且他喜歡團隊導向 但你記住這個年代 團隊導向 滿足不了他的話 他會走極端的 但我們如何去 建立一個互信關係 在不同的年代裡 都有效呢 第一點 我們要清楚一點 他們互相之間的分別 嬰兒潮 X和Y 他們對金錢的價值觀 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和不同了 嬰兒潮的人 他們剛剛 現在要面對社會 搞經濟 他們於是要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為了甚麼 為了建立自己的家庭 建立了家庭的時候 要有子女 於是怎樣 他們都未會意識到 他們會說怎樣生活得更好 第一件事就是要生活穩定 那一定要甚麼呢 一定要錢 所以你會見到 嬰兒潮的人 他會努力地去賺錢 他在心目中 錢是可以幫得到很多東西的 到了X世代 X世代就是六十年代的時候 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 基本上一些基礎的經濟 基本上是OK的了 但是讀書不多的話 就繼續去 辛苦地去工作 如果有些聰明一點的 意識到的 要有知識的話 那些年代的朋友 那些年代就要讀夜校 為甚麼呢 因為出來的社會 就有競爭力了 因為他們意識到這些 錢就已經不再是萬能 因為需要自己的知識 到了Y世代 現在這個年代 八十或九十後 就會怎樣 很直接的 就要錢 尊重長輩度 以往的 嬰兒潮那些 就自動自覺的 X就基於禮貌 開始修養的東西 就修養 要給他養 也好 但是Y那些 就隨便 你會發覺 他們對上司 長輩 他們會覺得 沒甚麼所謂 大家要稍微一點 因為他們覺得是平等 最重要就是他們內心 應該要平等看待 所以有時候 回到公司 回到店舖 他不跟你說 早晨 你不要覺得 一件大事 如果 你請到一個人 他是嬰兒潮的 他回到公司 他沒有跟你說 早晨 他就應該有些事 生氣 明白嗎 分別嗎 他對著Y 他不跟你說 早晨 你不要覺得很大事 他心裡對你 完全沒有事 他不會生氣 不過他覺得 大家要平等 溝通上 嬰兒潮就不善辭令 不過 他懂得人情世故 什麼叫人情世故 即是說過時過節 即是 就算他不是要求公司送東西給他 都好 反過來他會拿一些東西 回來公司一起吃 這些類型是會這樣 這些就是人情世故 有時候買多了些食物 可能會走到隔壁店 問隔壁的朋友 買多了 一起吃 這些就叫人情世故 他知道隔壁店 與隔壁店之間 一定要不要有爭執 這些就叫人情世故 X就會善於辭令 讀書多了 讀書多了就善於辭令 不過 只是在乎於表面 表面一定要和諧 大家坐升降機的時候 坐升降機嗎 去廁所的時候 去廁所 這些在表面上的和諧 X都覺得是值得的 事實上真的有價值 Y是怎樣呢 Y就會有些依賴 依賴是甚麼呢 不主動 它依賴是你來和我討論 明白嗎 所以你要懂得這些特徵的話 你就要採取一個相應的方式 和他們溝通 那如何管他們 有七個跨世代的溝通 和管理的提示 我們要注意 跨世代就是不同年代的價值觀 如果不同年代的人 基本上用這七個原則的話 往往都有效 但是這個是原則 方法是用甚麼方法呢 方法由自己去設計 第一點是發動溝通 無論跟哪個年代的人 去相處都好 你要發動 發動是甚麼意思呢 主動 沒錯 你要主動 那怎樣主動 怎樣主動 現在主動很厲害 有WhatsApp 但有時候發動完之後 結果也是被動 最重要是怎樣 我覺得 與其要用手機發文字訊息 那不如是甚麼 打電話 Y是永遠不會打電話給你的 告訴你 於是怎樣 你發動溝通 你不如直接打電話給他 但你又不要 你又不要只對著Y的同事 一邊只打電話 但你間不中也要發短訊 X可能只習慣用電郵 X年代 嬰兒潮那些 就可能要重新學 Y要用這些即時的通訊工具 你不懂就要學 明白嗎 如果你不學 你永遠溝通不了 跟你的子女也是 學完 認識了就不要滿足 我會用WhatsApp 你不要滿足 你還要學一些術語 Thank you Than是怎樣的 T-H-X就算了 C-U C-U是怎樣寫 怎樣打 就這樣一個C 一個U 第二就是問 問的目的是甚麼 你要了解對方 了解對方是甚麼 了解對方你不清楚的東西 但人是很有趣的 這是無論任何年代的人 都是這樣 知少少 就以為自己知道了 但原來現在這個社會裏面 變化莫測 變化無常 知少少 原來對方接下來的那些 不是我心中所想的 所以不能夠扮代表 於是乎怎樣 你要問清楚 不同的個性 不同的風格 就要怎樣 你一定要做管理者 你現在要發動溝通 甚麼風格 你都要接受 甚麼性格 你都不要視為一個負面 你一定要有正能量 不是喔 他醜醜醜 又一言又九鼎 我跟他一說一句 麻煩你 記住 收工前抹一抹玻璃 他不理會了 有時候他會頂起 為何要我抹 諸如此類 那怎麼辦 既然做管理者 你一定要怎樣 無論對任何反應 其實這是AQ的一部分 那你就怎樣 都要冷靜 然後剛才這位朋友說 哄他 哄他就要看甚麼 你要找回 你平常跟他相處 你對他了解有多高 如果他平常跟他相處 原來他最喜歡 就是金沙朱古力 其實是很簡單的 你拿到金沙哄下去就可以了 建立強項是甚麼意思 這個建立強項 不是建立你自己的強項 你是幫他建立強項 如果他掃口很精的 那個同事 給他對他的位置 他可能在那個位置 就步步高升了 一年、兩年之後 他只要還沒離開 還沒離開的話 他真的當你是師父 知道嗎 於是你怎樣叫他幫忙做甚麼 他都答應 為甚麼呢 因為你栽培他 現在的上司 無論是甚麼世代的上司 欠缺了栽培下屬這個觀念 你要想想辦法 如何令到他的強項得以發揮 這是做管理者的一個責任 於是你就不用太多擔心 因為當他的強項 建立自己的崗位 對自己的崗位 我們剛才所說 大家都期望有自動波 自動波就會出現了 現在這個年代二十一世紀 你最高的管理心法就是兩個字 一個是love love是甚麼呢 愛 另一個是care care care 關心 我們所謂覺得很難搞的y世代 你更加要給他love and care 如果你在管下面的那些是y呢 或者你是b管下面的那些又有x又有y呢 你記住一件事 這個真的直接特別是說y 如果你在管y的話 你要相配慣來 這四個技巧 複術 是對著不同年代的人都有效 甚麼叫複術呢 先示範一下 這位先生你來自於哪裏 元氣 元氣是做甚麼的呢 可不可以用幾句說話簡單的介紹給我們知道 主要做回轉的日式壽司 日式壽司 日式壽司 現在日式壽司的競爭性有多大 我相信也很大 也很大 因為不單是連鎖式 甚至可能是超級市場 他也會做這些 連鎖式也有 超級市場 我正在做複術 複術往往給別人的感覺 其實就是你關注他所說的話 明白嗎 你是真的在聽他說的話 還有很多好處 包括通過你的複術 有時對方說錯話 都是通過你的複術提醒 剛才你說錯了 但複術對著不同的年代 不同年代的人 你的技巧不是一樣的 例如嬰兒潮的 你要高的複術頻率 大概兩句一次 X就會兩至三句一次 這個叫做中 如果Y就要低複術頻率 因為他們沒有耐性 但你也要複術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定要第一 養成他未來跟你溝通的時候 他也會用這個模式 第二 令到他覺得 你真的在聽他說話 感性回應是什麼呢 感性回應的意思就是 剛才說元氣 我也有去過元氣 我吃過的壽司都不錯 剛才說完元氣的話 我這樣去回應 這是什麼呢 叫做感性回應 對著嬰兒潮的人 就會怎樣 回應整個故事 誇張一點 誇張一點 是什麼意思呢 我曾經去過元氣 我吃過的壽司很棒 但對著X就要怎樣 精簡 我也去過 不錯的 對這個呢 你記住這個 態度要平淡 元氣 OK 就可以了 夠了 不要再多了 再多 他們就受不了了 不同年代的行為 應對方式 打招呼 對著嬰兒潮的人 你要誇張一點 看到客人 客人是中年以上的 你要離遠就跟他打招呼 嗨啊 什麼太太 又來了 如果對著X 平實一點 對著Y 就怎樣 剛才說了 不用理會 聆聽 喜不喜歡聆聽呢 如果針對Y的話 Y不喜歡聆聽 主動性 Y不強的 X和兵兒潮都會比較強 最後的尾聲 我們要記得去反映 反映你自己的心中所想 了解你的價值觀 解讀它 尊重它 以及接受它 我想說這個距不一定是Y的 記住 無論是B X Y 全部都需要 其實我公司有些Y世代的人 那我就想問一下 我其實盡量融入他們 例如 加他們的Facebook 或者加入他們的工程 但仍然有些隔膜 應該怎樣做呢 好 多謝你的問題 你已經走出第一步了 你有用電子的通訊工具 跟他們溝通 對不對 下一步你要注意什麼呢 你的內容 和Y 你不要一下句句就開始講公事 首先就要說一下什麼呢 吹兩句水都不拘 但你要記住 你是管理人 你不要吹水 吹到你都忘形 變成你忘形 一邊吹下去 你就知道 投了幾句話 聊聊聊天 就問他 昨晚去哪裡玩 去唱K 唱到幾點 都可以的 你用通訊工具 就做這些 他應該對你的回應就會快了 來吧